六月是毕业季 在慈濟加拿大分会的禁思堂 则是举行了人文学校的毕业典礼 有来自西安的列治文、高桂林、文革华、素理 还有本拿比五所学校的师生是共聚一堂 用欢喜的心把学生送出校门 也恭喜他们迈向了人生新阶段 牵着爸妈师长们的手走进幸福门 要带上毕业帽时才发现 当初刚入学的孩童们现在已经长高长大了 慈濟加拿大西岸人文学校举办联合毕业典礼 今年有两百位学生完成学业 是华侨姐的大事 慈濟除了教他们中文跟文化之外 更重要的是教他人文素养 原文的气质在学生上台的演出中感受得到 无论是笔手语还是音乐表演 甚至是朗诵的诗词中 感恩的心不只是毕业生 还有一路陪伴的家长们 我觉得在这里他说过最大事 他知道现在是端午节 现在是母亲节 现在是中国过年 他背后中文化的意义在哪里 我也是受到令营老师非常的影响 因为我觉得他既然能够无视的爱我的孩子 为什么我不能出来当一个爱心妈妈 我也出来贡献给大家呢 我们请我们的市长们请剥岁 剥岁 凤茶 仪式之外还有更深的意涵 他们的人生将迈向另一个旅程 在词季所学到的也将伴随左右 主动学习 然后对自己也很有责任感 然后对于一些身边的人事物 他也会付出关心 我觉得这个很大的收获 中文有没有进步 OK咯 待新闻真善美志工 加拿大综合报道